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城市通宇县向海乡复兴村实地调研 景俊海到白城市就产业转型升级 重大项目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进行调研 各地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 使学习教育成果立民会民 辽园市积极打造高校便捷 服务周到的政务环境 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 2021年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省级工作评审结果公布 吉林省位列第一档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昨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到乡村振兴联系点白城市通宇县向海乡复兴村实地调研 集密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紧紧围绕推进乡村振兴 倾听农民群众意见建议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 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距离乡村振兴 破解民生难题 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 感到变化 复兴村作为脱贫村 近年来 村集体通过大力发展光伏扶贫 生猪养殖等产业项目 有效促进了群众增收 景俊海走进田间地头 实地查看春耕生产情况 得知今年雨水族商情好 他十分高兴 强调 要切实保障农资供应 灌溉需求 确保补物农时 补物农士 全力抓好农业生产 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要创新运用大喇叭 短视频等传播方式 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 新经验 新模式 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景俊海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复兴村肉牛养殖园区 对园区采取政府搭台 企业引领 金融助力 保险兜底 村籍参与运营模式基于肯定 叮嘱当地干部精心设计谋划 利益连结机制 最大限度激励群众参与热情 在复兴村党群服务中心 景俊海认真查看基层党舰工作 强调要坚持基层导向 重心下移 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建机制 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群众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景俊海详细了解数字乡村系统建设运行情况 要求坚持先进实用 加快试点建设 以信息化 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有效提高服务三农水平 调研中 省市县乡村五级党委书记 与复兴村党员群众代表 驻村干部座谈 仔细倾听群众 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帮助解决群众反应强烈的民生问题 景俊海强调 在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必须突出民生和发展 两个关键环节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硬要强化更高水平民生保障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健全防止反贫动态监测 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 充分发挥产业扶贫收入保险机制作用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 着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确保发展成果汇集每户每人 尊重群众意愿 因地质疑研究制定汇农政策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努力把好事办好 办实 办下去 二要加快推动更高质量发展 持续培育壮大乡村产业 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既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 又鼓励农民个人努力致富 大力发展现域经济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建立完善职业农民职称平定机制 着力培养新型农民 三要全面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统一领导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 进一步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机制 夯实包保责任 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胡家福参加调研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到白城市 就产业转型升级 重大项目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进行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推动西部生态经济区建设 打造绿色生态现代产业体系新标杆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做出更大贡献 努力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 重要增长级 新能源产业是白城培育的重点产业 景俊海走进新能源与轻能展馆 详细了解产业发展规划 并乘坐轻能公交车 体验轻能发展带来的便利 要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全面做好技术储备 项目建设 能源销纳等工作 白城绿电产业示范园区 吸引了一大批项目落地 景俊海与入园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希望大家抢抓机遇 充分发挥绿电电价挖地优势 汇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 投资吉林 形成完整产业生态 打造强大产业集群 吉林梅花氨基酸公司 三期30万吨赖氨酸项目 正在紧张施工 景俊海现场踏查 并要求有关部门优化服务质量 为项目投产达效 创造更好条件 叮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 前沿技术 拓展产品线 提高附加值 提升竞争力 赫明湖公园是白城生态新区 海绵城市建设的范例工程 景俊海实地查看 公园建设运营情况 强调要充分发挥 吸水 蓄水 净水 试水的 城市海绵体作用 积极回应市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既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又打造生态旅游景观 为百姓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调研中 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白城市工作汇报 和企业负责人建议 在肯定白城市工作后 他强调 白城要围绕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明确方向定位 蓄力攻坚突破 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大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 一要聚焦十四五跨越式发展 布好局 起好布 用好风 光 生物质资源 和广袤耕地草原 以及大量未利用的土地资源 着力引企业 建项目 聚人才 持续深化与长春全面对接 深度合作 放大互促互进发展效应 二要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瞄准清洁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趋势 坚持系统谋划 集成布局 整体推进 头部引领 形成闭环 加快建设国家绿电产业基地和北方青谷 努力打造三个千万千瓦级绿电工程 推进陆上风光三峡建设 实现高效益消纳和高质量外送 注重风光生物质资源发电与地热利用相结合 与畜牧养殖特色种植相结合 促进规模化布局 专业化发展 互补性合作 三要聚焦农产品和食品深加工产业发展 调结构 打品品牌上规模 大力支持梅花飞鹤等重点企业投资再聚集 资源再吸纳 产业再优化 市场再辐射 吸引浩月等养殖加工企业 布局消纳接杆木草 把龙头企业发展与农户养殖结合起来 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四要聚焦巩固和湖联通成果 启动林草联通工程 推动林网城阁 草地连片 实现以树挡风 以草固杀 以水压减 以良好生态 优化人居环境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五要聚焦发挥和湖草原湿地资源秉赋 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一张 整体养育保护利用水草林鸟鱼生态体系 加快建设西部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 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胡家福 李伟 王志厚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 民建吉林省委与吉林财经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并为新建立的民建智库吉林财经大学基地揭牌 今后 双方将致力于实现民主党派与高校协同创新 拓宽高校学术成果转化渠道 共同培养人才 留住人才 活动结束后 还举办了专场招聘会 77家企业提供了1124个岗位 260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民建 企业多 企业家多 和这些大学进行强强联合 争取把这些优秀的人才留在本省 为吉林省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连日来 各地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身走实 使学习教育成果利民惠民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通化市东昌区团结街道 在各社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建和社区物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经过目的调查 来到辖区内的20栋气管小区 开展了维修服务 重点修整 完善排水设施 防盗门 小区道路 健身器材和绿化植被等设施 我们这个小区因为老年人多 老年人和孩子没有玩的地方 社区又给咱们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良情 给咱们小区打造了一个特别好的风险 通过党界引领全覆盖 山长联动全覆盖 门前三包全覆盖 点单式服务全覆盖 提升治理能力 提高服务效能 在我为群众办事室实践中 延期市公安局侧重解决群众 极难仇判问题 上门为多位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办理了身份证护照等证件 从开展便民服务 化解矛盾纠纷 推出便民措施 慰问困难群众等多种方式 提升移民群众的幸福感 安全感和满意度 企业服务周活动开展以来 辽元市积极为项目建设 企业发展 打造高效便捷 服务周到的政务环境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让民营企业在前行道路上 有安心放心满意的营商环境 保驾护航 这段时间 富澳汽车零部件股份公司 泵业分公司 正筹备新建铝合金 可体生产二期项目 需要在土地 环保 立项等 多个环节办理审批 辽元市郑数局组织13个 相关项目建设部门 上门举办服务协调会 让企业能第一时间 与项目建设前期需要的 所有部门做好精准对接 先办哪件事 谁负责帮办 办结实现是什么 哪些事可以并联办 这些让企业困惑的问题 一次就得到了答案 现场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些办理中的一些问题 而且办理的过程中有专人负责 专人指导 企业也真正的感受到 我们辽元市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对工程项目实行人性化服务 遍体化审批和智能化提出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平台 协调市值13个部门 先后召开9次协调服务会议 为33家项目单位 43个项目进行了指导和服务 全程往上办 不断提高审批效率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 今年以来 辽元市针对提升营商环境 制定了68项服务举措 在项目审批环节 实行一次委托综合测组成果共享 并进一步优化市政公用服务流程 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今年是吉林省第三个 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的开局之年 前不久 吉林提出五年增绿吉林大地 十年汇旧绿美吉林的工作目标 全省各地林草部门聚焦重点 以务实创新举措 让未来的吉林呈现绿满山川 琳琅环绕 城乡盈绿 天蓝水清的优美生态景观 目前全省已完成人工造林 十几点六六万亩 达到全年任务的一半以上 这两天 林树县12万亩农田防护林建设任务 已经完成95% 不仅做到臀臀有小数 每个乡镇还要建三公里精品廊道 和一个绿美示范村 在具体分析当地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基础上 他们创新采用灌江市种植方法 先浇水培土 最后中数秒 以防护林建设工程为抓手 今年吉林省将配套实施 长白山森林植被恢复工程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等八大工程 未来三年 全省将完成77.58万亩农田防护林建设任务 筑起一道地域封杀 保持水土 护农簇木的绿色生态屏障 今年以来 梅河口共创建了30个义务植树基地 提出利用5年的时间 投入8个亿 将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0% 今年吉林省提出30条 十大十的创新政策 鼓励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还林 鼓励吸引社会投资 探索委托造林和合作造林模式 构建东中西三大生态主体功能区 长白山森林生态屏障 黑土地保护生态屏障等 三区四平三廊一网 总体生态格局 吉林西部作为我省造林绿化主战场 把相关举措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经济林 让绿美吉林成为深度挖钱的富矿 眼下大安市的沙级产业项目 正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相关配套深加工企业 今年11月份就能投产 一棵沙级树能接这个果 是10公斤左右 一公顷能接近12万块钱 既解决生态这个作用 而且能拉动地方的经济 如今的吉林 湿地公园再逐步扩大 农村综合环境整治 基本消灭了光杆路 林间建种经济作物 立体经营有了规模 目前完成封山玉林 8.85万亩 占全年计划任务的23.7% 完成退化林修复 8.48万亩 占全年计划任务的169% 完成森林后备资源培育 32.82万亩 占全年计划任务的43.2% 完成公路铁路 河流绿化5050公里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是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 重要举措 日前出台的 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服务 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中 相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 内容有哪些 一起来了解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结合区域特点和产业发展 需求实际 通过开展各类培训 不断提升群众生产技能 培养了一批 做农士 懂农业 爱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 提供了重要人力保障 截至目前 全省已完成培训15万人 下一步 我省将重点从四个方面 持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建立以农业院校为引领 农业广播学校 农技推广单位等 国家公益服务机构为基础 农业企业 农业经营主体等 社会机构为补充的三位一体 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强化重养加专业技能培训 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培训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农业经理人培训等 分层分类分级培训 和跟踪指导服务 优化开展理论教学 线上学习 实习实训 现场观摩 交流实践等 认定一批 省内外不同产业 不同类型的先进的农业企业 农业组织等实训基地 通过云上智农 集农云等农民交流学习平台 加强农民在线教育培训 玉米是我省第一大粮食作物 为了让吉林的黑土地 收获更多的粮食 十多年来 中科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关一新 凭着严谨科学的智学态度 和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执着精神 让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 在吉林大地落地生根 正值我省大田播种的关键期 中科院地理所的研究员 关一新 一直活跃在梨树的田间地头 手把手指导农民 利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开展春耕生产 作为梨树模式研发团队的一员 关一新主创完成了 适用于梨树模式耕作的 第一台面耕播种机 有效解决了 东北玉米连作条件下 接杆覆盖还田的播种 施肥一体化作业难题 这些年来 关一新对于种地的每个环节 都精益求精 一年终有两百多天 都扎在田间地头 上大学之前 就比着那些书 去想办法 怎么能把玉米种得更好 产量更高 更少事 感觉到用科学 是可以更好的种田 更节约成本的种田 所以说当我今后 在这个人生的事业抉择的时候 毫无意味地选到一个 就是搞玉米栽培的一个单位 农业科研周期漫长 需要科研工作者 长期持续投入 农忙时节 玉米播种 受粉 收获 步步离不了人 有些关键工作 关一新 必须亲自动手 才放心 种子是农业芯片 在钻研 免耕播种技术的同时 关一新和他的团队 一直在努力进行 玉米两种的培育公关 为了破解种子难题 关一新组织牵头成立了 全国最大的玉米种业创新联盟 构建了覆盖全国玉米主产区的 404个点的中科预测式网络 年复一年从北往南 关一新和他的团队 如候鸟一样 追逐着玉米播种路径 田间劳作和实验室的反复试验 终于攻克了 现代三大玉米 玉种核心技术之一 双单倍体玉种技术 这个瓶颈解决了 下个瓶颈又出现了 我们的目标是 紧盯了瓶颈 这攻克种子的技术 攻克保兴工作 示范推广的难点问题 希望我们的玉米种子 不再落后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就是保养工作全面实施 5月12号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关于改革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 各部门围绕教育 医疗 就业 住房等领域 发布了一组组 有关社会救助的数字 充满吉林温度 社会的温度 取决于底线的刻度 发布会上 多部门介绍了 我省社会救助工作 在十三五期间 取得的成效 在困难群众救助方面 五年来 吉林省累计投入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57.1亿元 以城乡低保标准为例 分别达到月人均 546元和年人均 4372元 比十二五末 分别增长 35.5%和60.8% 有效疏解了 我省95.5万低保对象的 基本生活困难 医疗救助方面 我省在2015年出台医疗救助实施意见 2020年健全医疗救助托底保障机制 截至2020年底 医疗救助 共资助困难群众参保126万人 支出基金2亿元 直接救助78万人次 支出基金3亿元 就业救助方面 近两年来 我省每年帮扶4万名左右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2019至2020年 全省累计开展失业人员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38476人次 在教育资助方面 2020年 全省资助各级各类 低收入家庭学生128万人次 落实资助资金17.5亿元 住房保障方面 截至目前 我省共筹集了公租房 含原联租房33.62万套 到2020年底 分配率96.34% 2020年度 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10.057万户 约1.48亿元 2021年 我们计划新筹集 是1000套公租房 计划对8.6万户 家庭发放公租房的租赁补贴 近日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 共同组织专家 对地方报送的省级层面 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情况 进行了评审 并打分确定了分档 吉林省位列第一档 海绵城市是构建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生态城市的重要理念和方向 是实现雨水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和载体 2015年 我省的白城市成为全国首批 东北唯一的由中央财政支持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吉林省电力产业链 供应链金融服务促进 即电易金服平台专题推介活动 日前在长春举行 电易金服是国家电网公司顺应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趋势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型科技 汇聚自身资源优势 深入挖掘与十万多家上游供应商和亿万下游用电客户的 业务流 信息流 资金流数据价值 携手金融机构 共同打造的数字化线上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 自2020年5月在吉林落地运营以来 帮助省内产业链上下游1789家企业 获得28.15亿元普惠金融支持 有力带动了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5月12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大型乡村题材清洗剧《鲜花盛开的山村》 今晚在吉林卫视继续播出24至25集 田春秀和秋雨声感情破裂 乡村旅游工程被迫叫停 2000万投资款无法偿还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吉林卫视农情剧场 节目的最后走进梅花路之乡 东丰县皇家路院博物馆 领略东丰路文化的精髓 建成于2019年7月的皇家路院博物馆 是东丰县第一座梅花路文化博物馆 设有圣经围厂 仰路观山 万寿堂 御膳房 马基路荣等20多个展区 年接待20多万人次 博物馆通过对人物事件场景的重塑 再现了东丰梅花路发展的历史渊源